說這裡不是水塘而是油麻地果欄 一個有一個小噴泉不斷湧出 大批放在路邊的水果被沾濕 工人忙於涉水將水果搬走 涉快星期三凌晨1時多 果欄對開廣東道和窩打路道交界 地底一條鹹水管爆裂 大量的鹹水夾閘著山來湧出 部分路面龜裂拱起了 大範圍路面水浸 警員接報到長峰路 水務處人員去山水制並且進行搶收 其實類似的情景去年也曾經出現過 在2016年4月28日的深夜 窩打路到近渡船街地底 一條相信是老化了的鹹水管突然爆裂 大量的鹹水夾閘著山來湧出路面 水深達到10公分 受影響的面積大約是50米乘10米 水果檔擺放路邊的水果箱被浸濕 有山果檔因為所處的位置地勢較低損失慘重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